好 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六小节 叫函数图形的描绘 那么这一小节呢 它是综合了基本上 综合了这一章的大部分的知识点 包括我们前文说到的用导数 研究函数的性态 那你想一想 一个函数的图形 要想给它描对 那我们说呢 那人工绘图当然有一定的误差了 但是呢这个特征得描出来 比如什么呀 它的增减性是增还是减 对不对 你是这样凸着增 还是这样凹着增 对不对 再说了 你这个点有没有极值 你这个点是不是拐点 包括什么呀 你有没有渐进线等等 对不对 那单调增单调减 有没有极值 凹凸是凹是凸 有没有拐点 这四条我们都清楚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个什么呀 有没有渐进线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帮大家把渐进线这个话题回答一下 那么所谓的渐进线呢 在咱们书上 其实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章节 你可以大概这样来看一下 在我们书上呢 就是前文稍微的也提到了一点渐进线 在书上就是这个往前文得翻 前文呢 这个三十一 教材三十一 教材三十一 立七的上面 有一个波浪线 叫水平渐进线 应该能找到 三十一 立七的上面 有一个水平渐进线 那么什么叫水平渐进线呢 这样回答 如果X趋向于正无穷 极限等于一个B 我们就称Y等于B是水平渐进线 当然是什么时候的 是X趋向于正无穷大时的水平渐进线 好这是第一个 那么再往先后翻 应该还有一个叫千值渐进线 在书上三十六页 大家翻 三十六页定理二的上面 有一个千值渐进线 什么叫千值 这样回答 如果这个点的右极限 或者左极限 当于无穷大 有一个就行了 右极限左极限 有一个是无穷大 我们都说这条数值线 叫千值渐进线 好这是书上三十六页 那么再往翻 翻到书上的七十二页 书上七十二页 例题十四 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标记一下 那么这个题呢 讲的是斜进线 那么什么是斜进线呢 这样看 X趋向于正无穷 F除X极限等于K K不是0 X趋向于正无穷 F-KX极限等于B 这样的话我们就称 Y等于KX加B 是我的斜 践进线 所以这三种践进线 在教材上都有 水平 千值 和斜 践进线 那么这个地方呢 注意了 如果大家 把水平和斜的 X趋向于正无穷 改为趋向于负无穷 大家可以得到什么呢 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水平践进线和这个牵直践进线 可以得到Y等于FX 在X趋向于负无穷大时的水平及斜 这样来看的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X趋向于正无穷 对吧 你看这都叫正无穷的水平 正无穷的斜 那还有谁呀 负无穷的水平 负无穷的斜 好 那么以上三种践进线说完了 千值 水平 和斜 再看一下 所谓的千值践进线就是说 这个点的极限 左右极限 这个点左右极限有一个等于无穷大 这个点就叫一个千值践进线 对不对 那么找千值践进线 一般找哪些点 GPG 千值践进线 一般盯着无定义的点 这个函数没定义的点 一般要作为千值践进线 考察的目标 那么水平和斜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什么呀 要检查X趋向于正无穷 或者X趋向于负无穷 那么斜同样检查X趋向于正无穷 X趋向于负无穷 那就行了 于是我们通过一个题目 帮大家把践进线收理一下 看书 就是72页 就是14题的第二位 让大家求出他的所有践进线 我们书上呢 只是让你求斜践进线 我故意为他的所有践进线 那来吧 第一步 先求千值践进线 求千值 那么千值践进线 盯着哪些点来检查 答 盯着无定义的点 就是谁呀 X等于0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点到底是不是千值 是不是要检查他的极限 怎么得有无穷大呀 大家想一想哈 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要有左右极限 有一个极限是无穷就行了呀 好我们看看 那么Limit X取零正 2X解1 E的1出X 当于多少 那么X的取零正的话 前面是多少 前面是不是负1啊 X的取零正 X分之1是多少 你想哈 X取零正 X取零正 那么X分之1 是不是正无穷 E的正无穷是多少 E的正无穷 是不也是正无穷啊 所以这等于多少 答 这等于无穷大 那这等于无穷大就够用了 你说对不对 左右极限有一个是无穷大 那不就行了吗 对吧 好 所以立即就开始下结论了 这个点是无定义的点 取不到的点 无定义点 所以那由他 那我们知道 X等于0 是一条 叫千值 见金线 好 再来 第二件事情 水平 见金线 那么水平 见金线 要考察 正无穷 负无穷 对不对 我们先考察谁啊 别说 我们先考察这个地方 趋向于负无穷的 即将是多少 水平 那就是这样来看了 Limit X 趋向于负无穷 那这个等于谁了呢 是不是 2X 减1 再来个谁啊 1的 X分之1 等于多少 那你想啊 X取负无穷 这项是多少 这项是不是 应该是0了吧 对吧 那这不是0了吗 那这项是0的话 大家想看 那X取负无穷 这项 应该是一个 1的0次方 1的0次方是个1 是个1对吧 那或者说呢 这个地方也不用分 正负无穷了 其实它都一样哈 你想对不对啊 你X的取正无穷 负无穷 这项都是多少 那这项是不是 你X的正无穷 负无穷 这一项是不是 都是1的0次方啊 那都是1 这等于谁 等于无穷大 这说明什么呀 啊 这说明 他没有水平 啊 说明无水平 因为水平 得是一条直线呀 无水平 渐进线 啊 没有水平 干什么 考虑第三目 考虑斜见进线 嗯 考虑斜见进线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Limit和X取无穷大 拿Y除X 那就是2X减1 再来E的X分之1 是不是再出一个X呀 答几千等于多少 那显然 这一项啊 咱俩相处 几千之几呀 无穷比无穷 找最高自密 写出之比 是不是等于2呀 那么2再乘后面呢 E的零次方 那就是1 答等于2 作为谁 作为K来使用 那并且 B是谁 那Limit和X取无穷大 是不是应该叫Y减个KX 那就是2X减1 E的E除X Y减KX减个RX 那么这个极限等于几 好 它是几 这个极限怎么算 那大家看 这个极限要想算出它 那它是不是属于无穷减无穷 可以干什么呀 可以做一个换源 Limit等于谁 来我们一起做个换源 那么我可以Limit等于7分之1 是不是做换源呀 那么做换源的话就写成谁来呢 是不是Limit 那T就干什么了 是不是T去下于0了 对吧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应该写成了 这样来表达一下 中括号 那这个段呢 应该叫 应该叫X是T分之1 那就是T分之2 然后呢 再减个1 再来个E的T次方 再减个什么呀 是不是再减个2除个T吧 那么应该是这样回答嘛 好 然后干什么 开始通分 同分 那就是Limit的T 去下于0 那么分母就是T了 分母是T 分子这叫是 这叫2 减T 再来ET 然后呢 是不是再减个2呀 于是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0比0 对吧 0比0来自洛比达法则 那就Limit T去下于0 上面球导 前球导 后不动 那就谁呢 前面球导 后面不动 叫负的ET 然后呢 再加上前面不要动 后面再球导 来个谁呀 正的ET 其他都没有了 对吧 球导是1呀 好 等于几 那么我下写 现在是T取0 T取0 这一项是负1 对吧 这是负1 T取0 这是2减0 乘个1 那最终是几呀 最终等于1 这就是谁呀 这就是你的B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B哈 我在这下写吧 且B等于他 于是推 谁是渐进线 推Y等于KX的加B Y等于KX加B 那也就是谁呢 K是2 B呢 B是1 好 是X趋向于无穷大实的斜 渐进线 说完了 所以他是有斜进线的 所以这个题呢 是帮大家完整的把球迁进线 这件事情说清楚了 第一步先找迁值 找哪些点呀 找无定义的点去研究 研究他的极限 左右极限 有一个是无穷大 就叫迁值迁进线 然后找水平 水平是X去向于无穷大 那可能正无穷负无穷 如果有水平 那就 那你看 我们这个题是没有水平啊 没有水平 第二次不往下走 考虑斜了 发现有斜进线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 应该知道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你想啊 水平和斜 是不是都是研究的 X趋向于无穷大 比如 这样说 如果X趋向于正无穷时 有水平 如果正无穷有水平 立即推X趋向于正无穷时 没有斜 他俩是不能共存的 没有斜 那还有什么呀 再比如 如果X趋向于 富无穷大师 有斜 那立即推X趋向于 富无穷大师 没有水平 一句话 水平和斜 是不共存的 当然是同一个方向 比如 都是正无穷 正无穷方向 你有水平 你就正无穷方向 没有谁了 你就自动没有斜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富无穷方向 你有斜 那么立即推 富无穷方向 你干什么 你没有水平 对不对 而我们这个题呢 我们这个题是什么 是没有水平 没有水平 才干什么 才是不是才转到第三步 考虑斜呀 如果有水平 如果有水平 这个题 是不是就做完了 那有水平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斜了呀 你就没有必要再算斜了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关系 应该搞清楚哈 这个斜和水平 它俩同一侧 是不能共存的哈 就这个话题 同一个方向 不共存 你没有必要算两次 如果你发现 正无穷有水平 正无穷就不要算斜了 立即考虑 富无穷 又没有斜 两边是不能同时有的哈 好 这是我们说的水平和斜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涉及到什么呀 涉及到左右极限 最后强谈一下 哪些情况需要分左右极限呢 第一个 是不是分段函数分段叠 第二个是谁呀 是不是一的无穷大 第三个是谁呀 二个谈判的无穷大 这三种情形要分 是不是左右极限 分左右来算呀 比如谁呀 比如本题的第一问 求签值 那么这个题 挨个字去向于零 得分什么呀 是不是分零正和零负 因为有谁呀 因为有 你挨个字去向于零的话 是不是有 一的无穷大 对不对 而挨个字去向于无穷大 为什么不要分左右 因为你挨个字去向于无穷大 这是一的什么 这是一的零字方啊 一的零字方分什么 左右无穷啊 对不对 所以只有谁呀 一的无穷大 才要分 对吧 比如零这个点吧 我们这个题 啊 挨个字等于零 这个题不就是吗 要分零正和零负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一个基本的求见机性 啊 还用到洛比达法则了 对吧 啊 一堆东西 哈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就暂时说到此处 那么剩下的这一小节 大家看看 剩下的问题就比较基础而简单了 大家翻开书 把书翻到163页 163页 这个地方 第三段由利用导数描图形的一般步骤如下 第一步 先减 先确定定域和机偶性周期性 并求出一二架导数 第二步 找导数为零 导数没有 二架导为零 二架的没有 找到所有的点 把整个定域分成好几个区间 第三步 确定单调性和凹图性 第四步叫什么 叫确定水平 牵直和斜 渐进线 所以第四步叫找渐进线 第五步呢 那就是再算出什么别的一些图形 对不对 书上有做函数图形 完整的做定步骤 大家翻过来 看立一 这个题 立一这个题呢 大家看 是不是画一个三次多项式的图形 包括165页 第二 画一个一 这叫概率密度 我们概率这种会学会学哈 叫正在飞墓 该的密度 包括后面还有例三 请大家自己根据书上的这三个例题 留作你的作业题 你通过这三个题 尤其是立二和立三哈 啊 这两个小题哈 因为这两个题涉及到渐进线 那么请大家就自己把第六小节的这三个例题当作作业题 不要看书 自己去画这个图啊 把它的特征 它的渐进线都求出来 画一下 看看你跟答案的图完不完全一样啊 剩下的知识点都咱们都讲过了 单调性怎么确定 凹凸性怎么确定 对不对 包括急着点怎么找 拐点怎么找 对不对 就一个东西你不知道 叫渐进线 我们也帮大家复习了三种渐进线 怎么找啊 有这个作题的程序 尤其是斜渐进线 它比较麻烦一点 要算两个 两个极限 算个K 算个B 对不对 所以你通过立一 立二和立三 再熟悉一下 基本的作题程序啊 把这三个题 自己做那么两个题 应该是可以的 好 剩下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做赘述了 那么这样 我们第六小节 将全部结束 然后转到第七小节 叫曲率啊 这一小节 这一小节 首先 屏幕节 数三的考生 不要求 数三 不要 数三 是不考这个地方的 所以只有对理工类的学生要 那么我们理工类 数一数二的学生 翻到168页 第七小节 叫曲率 这一小节 书上讲的太多了 我来告诉你 这一小节 完全没必要 搞那么复杂 就两句话说完了 168页 第一个标题 叫胡威飞 胡威飞 现在先放下 等大家学到第六章 学到第六章 我们再补这个胡威飞 所以这个地方 先放一放 现在先不看 那么翻到169页 第二个标题 叫曲率 即计算公式 书上169页 170页 171页 包括172页 好几页都在讲曲率 讲了那么多 我们都不要 就一句话 记公式 171页 7-3这个公式 找到 171页 7-3 叫什么呢 如果是在直角 坐标系中 给出方程 那么曲率 K 直接背下来 曲率 K 就是 1加1 接到的平方 二分之三次方 分支 二接到的绝对支 说完了 就是算出谁呀 算出一接到 算出二接到 往里一带 就是谁呀 那么一带 不就是你的曲率吗 这就说完了呀 对不对 好 翻过来 翻到172页 有7-4 叫什么 叫参数方程 给出 如果参数方程 给出 立即背 你的曲率是谁 那就是 Y的二接导 X的一接导 减Y的一接导 X的二接导 倍公式 这就说完了 曲率K 曲率K 好 那么书上 你也不要看那么多 你只需要按我讲的 把7-3 171页 7-4 这个172页 两个公式一倍 曲率 说完了 好 翻过来 173页 叫曲率元 与曲率半径 曲率元 自己读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公式 曲率半径 曲率半径的公式 就是这个力三的上面 一句话 曲率半径叫R 叫等于曲率的倒数 曲率半径就是K分之一 就是曲率的倒数 所以还得求谁呀 你只要把曲率求出来了 那曲率半径 这个曲率半径 不自动出来了吗 就是K分之一 说完了 虽然简单 但是数学二的学生 数学二的卷子 非常喜欢考这一套东西 一个是曲率K 一个是曲率半径 就这个东西 别人没有了呀 好 再后翻 翻到174页 叫第四个标题 叫曲率中心的计算公式 建区线与建生线 这个标题滑掉 考验不要 所以转个第七小节 我们要的只是前三个标题 而且第一个标题暂时不看 第四个标题是肯定不看 中间的第二个标题 和第三个标题 你也不用看那么多 就记三句话 曲率K是谁 曲率K是谁 曲率半径R是谁 说完了 你记这些东西就够用了 好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题 帮大家把曲率和曲率半径 再梳理一下 翻书 176页 176页 习题3-7的第五题 我们来看看 习题3-7 第五小题 来一起做一下 关于这个曲率的问题 说 对数曲线Y等于Line X 哪一点曲率半径 曲率半径最小 是不是又是考大家最小的最大值吧 首先得求曲率半径 要求曲率半径先求谁 先求曲率K 对不对 那么曲率K是谁呀 曲率K背公式 那是不是应该是 二阶导的绝对值 背下来 那不就是二阶导的绝对值 再除上一再加上一阶导的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吗 对吧 一阶导的平方 整体再来个二分之三次方 那么往里套吧 一阶导二阶导很容易算呀 这谁不会算呀 Line X嘛 对吧 好 都拿进来 我给一下哈 最终化的结果应该是点点点 最终哈 最终的结果 那往里带 那应该是等于 给一下 叫X再除上 1再加X的平方 再二分之三次方 那这是曲率 所以曲率半径就是谁呀 所以曲率半径 就等于这个K分之一 那自动就是谁呀 自动那不就是 1加上X的平方 二分之三次方 是不是再除一个X吧 对不对 那么X的范围呢 X的范围是不是应该是大于零的呀 对吧 因为这是Line X嘛 那现在的问题 是不是X的大于零 求什么 求函数的 是不是最小值吧 是不是求最小值 那么求最小值得干什么 得求导数吧 所以来 对齐求导 那R打1匹 它的导数打1匹 直接给答 那就是1加上X的平方 这当然来个二分之一次方 再来一个2X的平方 再减个1 再除上下面叫X的平方 令导数为0 那么令导数为0呢 解得 我们解得 解得X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2分之根号2吧 为1 对不对 这是唯一的呀 好 那么它是唯一的 这个题就做完了 对吧 你就能解除一个点呀 那导数为0就一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就要 让你求的呀 所以求完了 所以最小的曲率半径是谁呀 所以R 二分之根号2 往里一带 那么最终呢 应该是三倍的根号3 除个2 是什么呀 是最小 的曲率半径 做完了呀 最小的曲率半径 就这个家伙呀 那你看 这还是一种包装 什么包装 考大家最大值最小值的包装 对不对呀 你想一想 如果是直接考这个函数求最小值 那谁不会做呀 对不对 我估计怎么办 多走一步 帮我算曲率 对不对 你看 说到底就是谁呀 说到底不就是 说到底 不就是这个函数 在什么呀 是不是在X大于0的时候 求什么 求最小值呀 那求最小值就干什么 你求最小值呢 就是求导数呀 对吧 求导数 令导数为0 解得X就一个点 那你是最 就一个点 你就是什么呀 你就是要求的呀 最小的曲率半径 对不对 包装哈 就是用什么曲率 用什么曲率半径 去包装一下 那我记得在总习题 也有这种题哈 总习题3 也有这种包装的题目 也是考最大的最小值 但是呢 他不明着考 他怎么考呀 包装 用曲率 用曲率半径 你比如 大家看看 在书上 就是这个 书上的总习题15和16 总习题15是干什么 是不是求一个数列的最大项 那最大项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最大值点吧 对不对 还有16题 曲线弧 哪一点曲率半径最小 那曲率半径最小 那不是考最小值吗 对不对 这都是考最大的最小值呀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 关于第7小节 我们也就全部结束 那么至于最后一小节 书上第8小节 叫方程的金丝节 177页 整个第8节都滑掉 考研不要求 177页 什么二分法 178页 切线法 180页 割线法 都滑掉 于是这样 我们整个第三章 书上有8节 我们只讲7节 第8节 全部删掉 第7节 数学3 还不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第三章 我们就全部结束 希望大家 及时跟上我们的课程 把讲义 把笔记 做好 然后呢 我们下次就转入了 比较复杂的一个板块 叫积分学的板块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三大章 去研究 不定积分 定积分 和积分的用用题 好 我们稍作休息 再去转入 比较麻烦的积分学的环节 第5章